欢迎回到Irene幸福相谈 我是Irene 陈爱玲 今天又回到了我们的身心灵的 幸福成长时间了 要幸福一定要知道know how know how什么呢 就怎么样子觉察我们的内心 怎么觉察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 那么今天要请到我们的好老师 沟通专家 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么刚刚谈到的就是说 在这个世代 人跟人之间好像比较容易疏离 然后孩子们好像很难再去 有一个可以信靠的大人 去倾土去分享 然后去求援 是所以这是一个警讯 很孤立 我觉得很孤立 是全世界都这样吗 普遍这个世代都这样吗 我感觉到是 我觉得整个的一个 我们说那个科技的文明 一定会改变人类的关系 然后改变人类的 就是说沟通的模式 那你看你现在大家都透过新科技 然后在那种科技平台上去互动 从来没有亲身的接触 没有拥抱 没有握手 没有拍拍肩膀 拍拍背 你看小孩子多么的失落 如果说永远都是在 他的人际关系 他的那个球员 都是在网络上透过文字 那你觉得他能够 有什么样的表达呢 对不对 是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吧 我觉得就是说 他改变了我们整个 对人的一种关系的建立 跟亲身接触的时候 带来的一种温度 我觉得那是有差的 是 这里有一片 我刚刚讲到 那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有行为情绪障碍 这是一个根据 卫福部所公布的 台湾第一份儿哨心智调查 他说三分之一的孩子 有行为情绪障碍的问题 百分之三 曾经有自杀的念头 那这个是 还有一位台大的 儿童医院精神科的医师 高淑芬指出 他说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孩子其实没有 我们想象中的健康 对 然后他是说 其实家庭环境 父母的管教 天生的体质 都跟这个现象 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说 有一个恶性循环 他说说 因为刚刚老师经讲的 就是现在父母亲 因为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 所以就会 包括教养观念 包括经济问题 等等都会传给孩子 然后有一个叫做 什么孩子是父母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在孩子小学的时候 真的是充分的体会到 其实孩子在读书 其实是父母在竞争 我都发现到 全部的父母都使尽了权力 来帮孩子完成 各种各样的作业 然后变成 就是说孩子之间的那种成绩 变成是父母自己 就要跟竞争的 然后父母就下来 帮孩子直接做 孩子的好坏 就是他的表现的 直接的成绩 这个在小学的时候 我觉得 我好像在那段时间 体会的很深 小孩子甚至有时候 回来会觉得说 那妈妈 你怎么都没有替我做作业 人家别的妈妈 都替他完成了什么什么 人家做得那么好 小孩子回来会觉得说 好像妈妈没有像别的妈妈 这么样的爱 就是爱我 然后帮我做了这么多的 好作品 我觉得教养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对 有的父母亲是觉得是需要了解父母 孩子在做些什么功课 然后呢 他应该要跟着孩子一起去进入他的学习的世界 包括要给他适当的压力 给他压力 不能说就轻易的放弃 那我也蛮赞成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分寸拿捏就是说 非常不容易 就是说怎么样子让你给他的压力 给他的要求不变成过度的压力 那陪他一起做功课 而不是就是 帮他直接操作 对对对 然后他都不需要担心 第二天起来作品都放在桌上 他只要带了学校去参赛就可以了 或者是参展 这个太多了 我在小学的时候 我在检查我自己 因为我小孩子已经长大了 在过程当中好像 我也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四个小孩 当然了老大老二都基本上 不太需要我去努力 我们的老三比较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 在处女座 然后要求非常完美 然后动作比较慢一点 然后他对旁边的情绪 大人的情绪非常敏感 所以我越是给他这个 说你赶快努力 然后给他鼓励 然后陪他一起做 妈妈坐下来陪他一起做的时候 他完全就是当机 非常的焦虑 不知道那个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奇怪了 我同样是教孩子 但是那个 为什么每个孩子 其实都同样爸爸生 但完全气质不一样 天生气质不一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 每个孩子生出来 其实个性有差异 其实父母有的时候 对待他们的教养方式 会因为他们的个性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改变 应该要改变 不是吗 我们也有改变 对啊 不能够一事相同仁 但是父母最不容易做到的 就是因孩子的差异而改变 通常父母都会觉得 我一以贯之 其实那是很难的 就好像当老师 你怎么可能一以贯之 不可能一以贯之 对不对 但是父母有时候 这叫公平 所以他就说 我公平对待所有的孩子 但是孩子怎么可能被 完全一事同仁 我没有公平就马上被 我其他的小孩揪句 说妈妈你偏心 妈妈你对他最好 不可以这样 没有 可是艾琳我发现到 所有的小孩子都会觉得 妈妈偏爱的是另外一个孩子 几乎almost 我看每一个孩子都有这种心意 是这样吗 对你是老二 你就说妈妈偏老大 你是老大 你就说妈妈偏老三 然后老三又觉得 其实你偏的是老二 不是他 妈妈难为啊 爸爸难为啊 救命啊 你看现在这本书叫做 孩子不是坏 只是压力大 其实这本书我看 我非常推崇他 他说到那个 其实有这个沈科尔博士 他讲到的 父母在这样过程中 一定要冷静 这个冷静 我觉得好难 你不可能全时间冷静 不过尽量了 他说因为那个压力 会改 就是我们大脑结构关系 会改变父母回应孩子的方式 那这些压力 包括财务上的 关系上的 工作上的 其实都在我们这边 我们其实看不到 但是我们在我们言语的 语气啦 动作啊 声音表情 都会存在的时候 其实这个会让孩子感受到 然后如果一旦那种 带着压力去跟孩子共住 孩子就会 对也感受到 那个压力的 来临 就会有恶性的循环 所以要保持冷静 跟专注 才可以让这个 亲子关系更好 他说与其呢 这个叫做仰赖的抗压力 不如要培养 调整力 我觉得这好难解释 什么叫抗压 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压力来的时候 你要 但是什么叫调整 他就说不要这样子 去对抗它 其实就是应该把那个 focus转移 真的他需要一本书 这么厚一本书来分析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 没有办法讲得非常好 那等一下再来 那个请压力老师 你觉得这个调整 应该怎么样 遇到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调整 其实就是转念 或者是做 做something else 去分散注意力 我觉得那个是必要的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 要在压力的当下 马上要去做变化 或者是不拔嘴里面 已经要快爆发出来的那种 比如说暴力语言 我想每个人都有 在生气的时候 其实是口不择言 所以我后来发现到 其实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一生气 你觉察到自己 好像血压升高 然后脑袋已经有点 气昏的时候 你最好就闭口 闭口 就不要讲话 穿着鞋子 我觉得那个不是压抑 就在那个当下 你就应该要站起来 然后你就知道自己不高兴 你就站起来 你说我现在不要再往下讲 穿上鞋子 就到运动场去走路了 走路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难受 你跑两圈 跑完之后 把这个事情 在一边走路的时候 一边想想 就说有这么严重吗 然后如果我不这样的话 会怎么样呢 假如事情怎么样去的话 会怎么样 你多想几个可能的方式 否则是出路 奇怪 你就静下来了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是可以去尝试的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说 在气头的当下 不要让话出口 深呼吸一下 穿上运动鞋 你就跟对方说 我们现在不要谈 因为我很激动 对 然后你就冷静下来 不管你做什么事 我是喜欢到运动场 穿上鞋子 就在大街小巷 在运动场 一直走 第一秒的反应最重要 情绪常觉很重要 要么就可以缓割了 但是情绪的沟通里面 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 就是离开现场 就是说你不离开现场 还有你不察觉自己 你其实是没有救了 这其实是雅雅老师 因为下面 一下子全部难听的话 没错 再三提醒 我们第一秒钟的 第一秒钟的觉察很重要 转弯最重要 否则就是一个隐性 然后就把所有人的情绪 炸弹给烧起来了 对 所以我们那个就是在 我觉得最重要的 最难做 就是第一秒钟的觉察 休息一下 跟我们来续聊